花莲县政府与花莲观光协会共同举办 以永续观光永续价值为主题的 2023花莲永续观光论坛 有主持人及花莲观光产业先进食物的分享和宝贵意见 规纳出花莲永续观光解方 发展途径及做法整合花莲资源 共创观光发展的利基 花莲观光持续朝着国际 智慧友善永续四大面向迈进 县长徐正伟提到 花莲县政府持续实践联合国SDGS17项永续指标 更希望未来静零探牌 能够一起呼应一场负责任的理由 第一个对于花莲县在目前的观光的作业 为以及为了观光的愿景 以及现在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方向 做一些这个简报 第二个就是我们来一场负责任的开会论坛 那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使用的是哪一项的用品用具 而我们可以为在这两三个小时的这个会议里面 我们可以为地球解架多少胎 我想这就是一个实践 否则再怎么样的这个讲的非常非常的华丽 因此2023年花莲永续观光论坛 聚焦于目前的花莲观光产业作为 未来愿景以及迈向永续的目标 一同让花莲旅游成为负责任的旅游 共同守护地球 为地球减碳 让花莲走向国际 世界走向花莲 记者凌杰 花莲氏 采访博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